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裁听了您和嘉宾的一些讨论之后 我觉得在朝鲜半岛前景的话 在我看来的话在近几十年来 它有可能还是维持这种状态 因为首先你要一个统一的话 总说经济上首先有一个共同点 首先北韩和南韩之间经济上没有太多的联系 再一个就是说在北韩来说的话 它要像在埃及 像近期在埃及 在利比亚 报方颜色格的可能性也不算太大 因为他们的消息是非常封锁的 就像我们七八年之前的中国大陆地区一样 那个时候直到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有一些消息来言还是不同的 别看是我们有互联网什么什么的 各种冲击手段都很签定的 但是对于外界的了解还是不太 这个道路还不是太通 我觉得总说呢 首先你要是朝鲜如果南北统一的话 不是说是朝鲜人民 就是整个半岛人民会怎么样 首先你这个中国 俄罗斯 美国 日本 就像这个六方会谈里的国家一样 怎么说呢 各自有各自在朝鲜半岛有各自的利益 首先三十八度线以北 是中国的一个军事的缓冲弹 然后南边呢 又是美国的 有美国的军事机遇在那边 如果说到时候 如果说美国把它的基地 从日本 从韩国撤出来之后 然后中共在垮台 然后呢 俄罗斯在暴方迎合革命的话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朝鲜半岛的统一 可能会有前景的 但是呢 就现在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他们的南北的统一 还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呢我觉得 近几十年来 他们维持这种现状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主持人 好 谢谢山东王先生发表的看法 我们再听听看看 福建的高先生 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问题 高先生你好 高先生 我就是说 详细的介绍一下 茉莉花开的过程 的这个大体情况 还有就是我听说 参加世卫的人 有喊出反共的口号 我想问一下 这是不是真的 那另外我也跟你们 反映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在中国 是无法登陆 网民是无法登陆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而且是在大城市 尤其在大城市 你要是登陆网站 电脑马上就会死 一半个小时 那就是我希望你们 介绍一下 茉莉花开的 登陆哪些网站 你的电脑会死机呢 就是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好 谢谢高先生打电话来 关于这个茉莉花 这个革命的开端 我们也没有权威的消息 不过有的话 我们会马上报道 好 下一位是台北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好 那个首先 那个的确要促进 北韩政权的改变 民主化的演变 那个的确要在 那个讯息 资讯方面 要继续加强 那基本上 北韩基本上是个压力锅了 他如果就像前面来宾 不是那个听众观众讲的 如果撑得越久了 恐怕爆炸的话 对周边的影响是蛮大的 其实按照魏北韩好 朝鲜半岛好 甚至对世界局势好 最好还是软着陆比较好 不过恐怕不可能 他那个政权金正日 甚至他的下一代 虽然有西方经验 恐怕他们要自动民主化 恐怕不可能 那我要请问 那个来宾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像中共政权 基本上是面临一个 两难的矛盾 我有看到有 那个中共的 已经退休的外交官的文章 也在批评说 认为说北韩的作为 根本就是损害 中共政权的利益 中国大陆的利益 然后那个 但是虽然有这个生存在 中共当局恐怕 也信之著名 但是他也不 不得不支持他 就是基于前面的考量 那个听众观众讲的 那假设如果北韩 政权如果真的要面临 土崩瓦解的危机状态的话 请问来宾 您可可可预期一下 中共会不会 那个中共军队 会不会开进北韩 然后那个 阻止北韩政权垮台 至少是扶持北韩 军方里面的 亲中派的势力 结合 干脆把北韩 变相变成 完全是中国大陆的 保护国 然后稳住北韩的局势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好 谢谢 好 谢谢 陈先生提出的问题 陈先生提出很有趣的问题 请你看看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认为 北京会 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 来入侵北韩 就是说 如果 金正日政权垮台的话 更可能的这种情况 在我看来 更可能的情况 是中国政府 会提供大量的资源 给一个 北韩的 一个潜在的 一个接班人 他可能是亲中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接班人 然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帮助协助从金氏政权 向一个不同政权的一个转型 如果派兵入侵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因为它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听众 也讲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我想要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 对于中国是更好吗 是对中国会更友好吗 就比起一个 永久分裂的一个朝鲜半岛 我认为 统一的朝鲜半岛 从最终来讲 对中国是更好 因为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 政治的一些想法 而是更多的要在建设 他自己的繁荣 那么这个繁荣呢 是中国人想要的 也是朝鲜人或想要的 其他也是其他的地区的政权 想要的 有些听众 谈了很多这种悲观的想法 对于我所提的那种可能性 提出了比较悲观的看法 我在这里要指出一点 南非的革命的一个关键的人物 曼德拉 他有一次提出这样一种观察 他说 不可能的东西 在它实现之前 看上去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不制定一个目标的话 那我们就绝对不可能实现它 那么不可能的事情 就永远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要制定一个目标的话 那它就变成可能是可行的 不见得是今天下午就实现 但是要有耐心 但在这里很多的这种关键的 这些组成部分的 并没有把统一看作是一个最终目标 这就是现在的问题 那么在 在朝鲜劳动党还继续执政的情况下 朝鲜半岛南北方有没有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呢 因为这在一般的看来 还是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共产党政权不太可能服从于另外一个中央政权 所以如果统一的话 一定要想自己统治整个国家 这样的话跟韩国的意愿是不可能调和的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前景